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充电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通过刚刚的实验我们可以看到 仅仅是在实验的阶段 这部超级快充手机充满电仅仅需要六分半的时间 而传统的充电过程却需要将近一个小时 这个充电速度可以说是非常的惊人了 换句话来说 可能我们喝一杯咖啡的时间 您的手机就充满电了 这样的超级快充手机的高科技背后 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定制电池采用了10C石墨烯机化学快充体系 具有极高的电子和离子传导特性 使用高稳定性的正负级电池材料 搭配10C体系特殊设计的电解液 保障电池安全的同时实现大功率充电 在充电的过程当中 我们经常会遇到手机电池过热 那这款超级快充手机 在使用过程当中 是否也会对电池造成影响 同时安全性又是如何保障的呢 安全方面从手机端电池端到充电器端 设计了34重安全充电保护措施 针对Type-C接口的大电流老化与腐蚀问题 设计提高了过流能力 在电路上增加了对接口温度的监测设计 当温度超过预值时 可以快速地切断充电 超级快充的出现 首次将有线充电的时间 带入到了10分钟以内 那我们也相信在开发者不遗余力的 技术研发与用户双向把关 将来实现量产之后 也能够使我们广大手机用户 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快充时代